这段脱口秀呢 也很轻松地击败了全国98%的脱口秀演员 很不幸 剩下的2%全在我们公司 接下来上场的呢 就是刚刚也频频提及的那个忽兰 本来是程序员 后来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脱口秀 从此就少了一个可有可无的程序员 但是多了一个 对脱口秀行业举足轻重的演员 带着全行业理财 忽兰 以一己之力 让脱口秀演员们 在收入最高的时候 陷入个低谷 导致我们这些人现在是吧 在大环境 因为疫情 也陷入低谷的时候呢 竟然已经有种适应了的感觉 让我们掌声有请 李大安碎碎念 没事一会儿再给你推荐两只好股票 很开心 很开心在这录节目 但实话实说 我其实更想去隔壁朋友去录说唱 巅峰对决 怎么没我 那很谢谢啊 谢谢真的 感谢青岛的朋友们收留我们 我们之前的确也来得不多 对吧 还有青岛的朋友们说 说这时候想起我们青岛来了 早干啥去了 不是 早不让出来啊 能出来我们不是第一时间就来青岛了吗 对吧 真的太难了 真的我们得互相理解 都瘦了 太难了 我们这个节目是真人秀 三个月了 我们就秀出来了一起 我们都不应该叫怎么办脱舞秀专场 我们应该叫怎么办怎么办脱舞秀专场 我们今天的主题叫职场嘛 你看了第一期就知道 我们这个编辑部的设定也是一个职场 每期选两个主任 七个平民 七个平民 主任轮流坐 就整个跟我们小的时候玩那个过家家似的 就是 我现在管你叫会儿爹 等下 等下你再管我叫 对吧 都过过瘾 只有智盛当真了 来这儿过关瘾来了 智盛说 你得理解我哥 我是山东的 山东锦宁的 锦宁 你们不喜欢 不光喜欢听谐音梗 还喜欢看短视频 真的 而且我们不说这个节目 节目都是虚构 都是秀 对吧 我们公司的真领导是其实挺好的 就特别好学 总出去上课 什么没用 学什么 取之糟粕 弃之精华 之前就学那个互联网公司 喜欢给那个会议室和员工起花名 命名的规则 基本就是老板的喜好嘛 所以说我们的会议室名称 都是各种酒 已经很感激老板了 没拿酒名来命名我们 没关我们叫威士忌啥子 也很难听对吧 你说领导跟你说 那个路易十六 你带着皇家礼炮来下我办公室 而且刚才我认识水域 刚才商量那个水域 其实也是花名 他们公司 其实用的武侠人物做花名 就出发点 就是领导觉得说 大家都叫什么 王总 李总 阶级感太强 所以说用武侠人物 打破阶级 那命名规则是啥呢 当然就是王总 李总先挑 他们把什么张三丰 徐竹 这些厉害的 全给挑走了 就剩下水域这样的名字 就是你虽然不认识 但你听这个名字 就知道好像不值得认识 不是 你说张三和李四出去开会 还听不出来个阶级 你说现在张三丰和水域出去开会 真的很难不知道谁是领导 然后今年 也不知道我们公司从哪儿学的 我们一个喜剧公司 开始搞OKR了 说这个是谷歌 就用这个方法管理的 我说那是不是说明 这套方法在中国就行不通啊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OKR是啥 其实就是类似于KPI 就KPI是指标 OKR是目标 很多人说那有啥区别 就你们有看过那个 赵本山那个卖拐吗 看过对吧 你要把轮椅 你要直接卖给范围 它是很难接受的 你要跟他说 你的目标是双脚离地 他琢磨琢磨 自己就坐到轮椅上去了 我们公司就是这样的 本来说 后来你争取 今年每天写一个新段子 我说这怎么可能呢 后来过段时间说 今年你要争取拿冠军 我说这个好啊 公司说拿冠军 你应该怎么做 我说每天写个新段子 其实我们公司 不用学别人 我们有自己的文化 效果文化 效果文化的 我们公司啊 文化就是想要通过 营造一种快乐舒适 而且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留住你 真的就你一旦适应了 下午三点上班 你就很难再找别的工作了 以前我总跟他们说 我说危险 我说您别对我好点 要不然以后再找个金融的工作 现在没法找了 你说我下午三点 去金融公司上班 同事主要你是来收盘来了吧 大盘没你收不利索是吧 公司非常狡猾 公司非常厉害 就整个工作 熬夜 喝酒 交织在一起 就我也搞不清楚 到底是啥 让我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以前啊 我还推荐理财商 现在我说 以咱们这个生活习惯啊 我说我还是推荐你买保险吧 打开微信服务 找懂保险的腾讯微宝 帮你选 而且啊 其实我刚才说我们公司好 其实我还挺喜欢我们公司的 还有一点就是 公司还挺公平的 每年比赛 你们也看的吧 每年比赛重新排名 总共我们说 劝我们说你们要拿冠军 冠军会有更大的舞台 大家纷纷表示 不想再努力了 最后最后再祝福 马上毕业了嘛 最后祝福毕业的朋友们 都找到工作 对吧 有工作的朋友们 保住工作 都不容易 谢谢大家 我是霍兰 感谢 刚刚这一瓶 33年的黄家里怕 带来的精彩表演 去后面 跟一场原浆交流 交流 再有两年 就要优化掉了 啊 啊